眼前这个女人再一次拿起碗,她不知道这是自己喝的第一几碗中药,也不知道这样的日子她还要过多久。 喝完药的她擦拭着嘴边看向丈夫,可丈夫却始终无动于衷。 近西北朝长城低楼角下,有一个偏远的小山村,村子的杂货铺是由一个女人经营的。 她叫杏花,是旺来用五千块钱买来的媳妇,平日里经常与旺来的妹妹喜小打闹,是个贤惠的女人。 可是因为杏花一直没怀上孩子,经常遭到旺来的暴打。 村里的女人都说,杏花是一个不下蛋的母鸡。 杏花也知道,对于自己来说,孩子也是摆脱流言蜚语的唯一希望。 默默人说的杏花便经常去庙里祈祷,希望自己能早日生个娃娃。 旺来的杂货铺经常使用坑蒙诈骗的伎俩,不仅卖东西缺金短量,还在酱油醋里兑水。 杏花对旺来的行为很不满意,但涉于旺来的恐吓一直不敢表露出来。 生不出孩子的杏花既无奈又委屈,终日忍气吞声,被旺来折磨成了没有感情的生育机器。 旺来是村里的能人,他垄断了村里的主要经济来源。 村里的男人们靠着挖石头补贴家用,旺来便雇佣他们挖掘长城上的石头,然后运到山外面卖。 转手一卖就有十多倍的利润。 村里人十分眼红旺来,可也没有办法,因为他们没有钱买运送石头的拖拉机。 旺来结婚好几年,杏花却一直没有为他生个孩子。 村里人也因此议论他,缺德事干尽,断子绝孙,生不出孩子成了旺来的心病。 旺来见杏花生不出娃,愤怒中带有一丝丝无奈,认为自己的五千块钱打了水漂。 村子里的流言蜚语,也让旺来很没有面子。 到了晚上,旺来粗暴地在杏花身上发泄着。 为了能让杏花怀孕,旺来经常逼迫杏花喝药,两人将所有的办法都试过了,可杏花的肚子却依旧没有动静。 整日沉浸在没有孩子的痛苦之中,心急的旺来又和已有三个孩子的胖嫂够够搭搭,指望她能给自己续上香火,还对胖嫂说,怀上孩子给她两千块钱。 这一天,刚回乡下不久的青年芙琳来到旺财家借拖拉机,她想着用拖拉机把树苗运到山上去。 旺来心里盘算着,必须让芙琳给她干几天的活,才把拖拉机借给她用。 于是芙琳便跟着杏花一起去山上干活。 芙琳受过高中教育,出口成章,向杏花讲述了很多有意义的故事。 长期忍受虐待的杏花,看着脾气与旺来截然不同的芙琳。 芙琳对芙琳产生了渴望许久的感情,经常给芙琳送去粮食。 芙琳非常钦佩有文化的芙琳,日子一长,两人也产生了感情。 两人的相处让芙琳觉得,她不应该只做一个生孩子的机器。 芙琳乐意与芙琳待在一起,因为在她看来,芙琳并不会强迫她生孩子。 在芙琳这里,她是自由的。 但芙琳依旧期盼着孩子的到来,以此来流入芙琳。 这一天,两人如往常一样在地里除草,看着突如其来的狂风暴雨,两个人赶忙跑到山洞里躲雨。 湿漉漉的两人,让山洞里产生了别样的气氛。 暗暖已久的芙琳从后面抱住了芙琳,温暖的拥抱让芙琳安全感十足。 山洞中,两人缠绵到了一起。 回到家,芙琳想到与芙琳的快乐时光,情不自禁地露出笑容。 时间久了,村里的人便对芙琳和芙琳的事情议论纷纷。 这一天,旺来正和三大爷喝酒聊天,芙琳端茶倒水,听到旺来的呵斥,赶忙离开了饭桌。 旺来好酒好菜招待着大爷,让大爷十分欢喜,便将底楼脚下藏着金蝉锄的事情说了出来。 旺来顿时来了精神。 这一天,杏花突然呕吐了起来,她明白自己保准是怀孕了。 此时的杏花也明白了,并不是自身的原因造成多年怀不了孕。 她想到孩子应该是芙琳的,不仅露出了欣慰的笑容。 不知情地望来得知了这个消息,欣喜若狂,便当着全村人的面说她有孩子了。 第二天,村里人都知道,长城脚下埋着一个金蝉锄,焦急地等待着去镇上进货的望来,让望来拿个主意。 在村里老一辈人眼里,挖敌楼是一件冒犯神灵的事情,并且会遭到上天的谴责。 可是想到金蝉锄,村里的男人们已经顾不得那么多。 弗林和三大爷百般阻拦,却也没能制止住村里的男人们,还遭受到了一顿奚落。 忙着挖金蝉锄地望来,无暇顾及杏花,这也给她创造了机会。 杏花经常去找弗林并为她做饭,似乎在杏花心里,弗林才是她真正的丈夫。 嬉笑打闹间,杏花告诉弗林她怀孕了,这话却让弗林一下子慌了神。 全村的男人沉浸在挖宝的兴奋当中,胖嫂的言语让往来十分生气,不仅恼羞成怒,跑到弗林家把弗林痛打了一顿。 带着村子里的其他男人,将弗林种植的林子砍了。 弗林看着被毁坏的林子心生怨恨,无力反抗的弗林只能看着往来离去。 第二天,杏花得知弗林受伤,躺在弗林的怀里痛哭了起来,她迫切地希望弗林能够勇敢地站起来反抗。 可没有想到,性格软弱的弗林在这关键时刻却退缩了,她告诉杏花自己没有钱养不起她。 两人趴在床上痛哭流涕,性格看出了弗林的心思,她觉得自己的真心错付了,对弗林彻底的失望,伤心地离开了。 憔悴的性花走在回家的路上,想到拼命让她生孩子的望来,以及得知她怀孕后抛弃她的弗林。 性花苦笑不堪,在一个雷雨交加的夜晚,望来依旧不顾大爷的阻拦将大爷推倒在地,带着一伙人跑到低楼脚下继续挖了起来。 谁料想,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挖出来的金蝉橱,竟是一颗骷髅头。 众人看着眼前的骷髅头,吓得四处逃窜,慌张的望来跑回家,立声斥责性花,她将所有的怒气都发泄在性花身上,认为都是性花将坏运气带来的。 看着望来,性花这一次没有委屈求全,她勇敢地反抗着望来,伴着屋外的雷声,两人撕打了起来,看着肚子里的孩子,性花告诉望来,孩子是弗林的。 与此同时,望来终于意识到,有问题的竟然是自己。 她恳求性花留下,把孩子生下来,她不断说着,性花肚子里的孩子是自己的。 性花这次坚定地选择离开望来,与望来和福林的两段感情,也渐渐让性花明白,孩子不是用来抓住感情的工具。 漫天狂风中,望来拼命地跑向低楼,就在这时,低楼倒塌了下来,绝命地望来,就此一命无呼。 望来的离去并没有让性花悲痛万分,她身穿黄色的衬衫,背着包袱离开了让她失落的山村,她决定一个人好好地抚养孩子。 这是一个悲情的故事,无论是丈夫还是福林,她们都没有真心对待性花,在那个封建社会里,作为女人,她没有尊严,幸好,善恶中有报。 然而故事的最后,性花也醒悟了,在两段感情的伤痛中,念叛重生,她不再依靠男人,决定靠自己而活。 感谢您观看本期视频,欢迎评论区留言,我们下期,不见不散。